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贵州的火车 千里投靠网友 说是要当名利双收的网红 父母发现后及时报警 铁路民警经过13个小时的接力查找 终于找到了女孩 正如网友所言 看到女孩被找到的消息 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来了 这女孩心可真够大的 只剩一人千里之外会网友 这万一不小心遇到坏人可怎么办呢 看着这个鲁莽的女孩突然有点害怕 我在心里揣夺 听惯了童话故事的女儿 长大后该不会被我养成傻白甜吧 记得一位前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养儿子只需要他一人品行端正就可以 而养女儿却需要身边不出现图谋不轨的人 此刻很想告诉女儿 现实生活不是童话故事 外面的世界很复杂 因为现实社会中 有好人也会有披着人皮的狼 作家罗松说 给女儿最好的保护是底线教育 给儿子最好的保护是阳光教育 深以为然 家有小儿女一定要给女儿以底线教育 让他有自保的能力 给儿子以阳光教育 让他长成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给女儿底线教育 看过一个特别痛心的新闻 六岁前只有十四岁的女孩小莫离家出走 从此不知所踪 六年后 小莫的妈妈终于找回了女儿 却不料她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而孩子的生父却是一对父子 更让妈妈难以接受的是 女儿还得了精神分裂症 作为一个母亲看着这样揪心的新闻 真的是要告诉我们的女儿 世道险恶 人心叵测 有些底线一定不能碰触 首先是身体底线 叔叔 我特别害怕 能不能打个电话给我妈妈 前段时间网上一则小学女生向公交车司机求助的新闻刷爆了朋友圈 据司机说 小女孩惊慌失措地找到她求助 原本她以为孩子的手机被人偷了 谁知道小女孩却说 不是 那个叔叔摸我 最终猥亵小女孩的男子被司机制服 世上还是好人多 在为司机师傅点赞的同时 我更想为这名小女孩的父母点赞 他们对女儿的安全教育太成功了 监控显示从男子一上车坐到小女孩旁边之时 小女孩就很警觉地站了起来 试图离开座位 但是没有成功 女孩被逼到角落里后并没有座椅待毙 而是奋力从座位上挤了出来 并向司机求助 所谓教会女儿身体底线也莫过于此 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告诫女儿身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如果有人侵犯你的身体 一定要在保证生命安全的情况下想办法自救 哪怕是熟人 只要她的碰触让你感觉不舒服 都要敢于说不 果断拒绝 第二是情感底线 心动的信号中 朱亚文曾经说过一段王子理论 让人记忆深刻 节目中朱亚文说 三最大的女儿曾经问自己 妈妈的王子是谁啊 朱亚文回答 是自己 熟料这时候女儿说 她也要寻找自己的王子 朱亚文一听告诉女儿说 不要 那你要等一等了 王子会来找你的 因为有可能你去找王子的过程中 来找你的王子会和你错过了 作为父母 面对女儿的感情问题 大约都有着和朱亚文一样的心思 他们关心的并不是谁主动 而是担心女儿太主动 会在这段感情里受伤 家长一定要告诉女儿 爱情里你可以主动去争取自己的幸福 但那种需要放弃尊严 低到尘埃里的爱情却要不得 作家七七说 不要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更不要为他无底线地牺牲自己 因为你永远无法感动一个不爱你的人 我的女儿在感情里请禁忌一句话 无论多爱一个人都不能一次降低了自己的底线 弄丢了自己 当面对一段不匹配的感情时 要有尊严的走开 而不是放下尊严去取悦对方 第三是生活底线 心理学博士黄汉在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说 身为女婴 你出生时要割断依赖于我的生物期待 身为成人 你十八岁时要割断依赖父母的心理期待 身为女人 你始终别忘了割断依赖于男人的文化期待 他说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活成以嫁人为己任的人 他告诉女儿要有智慧和能力 为自己创造一些能保值增值的优质资产 好性情积极乐观的态度 助人利他精神的专业素养 他们是生活和工作中的必需品 我深以为然 教育女儿需要让他们明白生活的底线 那就是离开父母庇护以后 需要有自己屹立于世的生存方式 作为父母一定要向女儿 灌输这样的一种思想 一定要守好生活中的底线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人格 给男孩阳光教育 想要给儿子最好的保护 莫过于阳光教育 好的阳光教育又包括什么呢 我认为这三点比较重要 第一 规则教育 朋友带五岁的儿子在小区玩 趁朋友不注意 孩子捡了根树枝 在一辆私家车上开始随便图画 朋友看到后赶紧直指了儿子 虽然车上划痕并不明显 但他决定带着儿子等车住 让孩子当面道歉 他说车上的划痕很好处理 但孩子心上的划痕如果处理不当 就会后患无穷 让孩子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买单 这是一种规则教育 为人父母一定要告诉儿子 自己犯了错 就要自己去承担后果 如果承担不起 那就不要去做 给男孩子最好的规则教育就是 要让他们意识到 担当和责任的重要性 第二 性别教育 我认为所谓对男孩子进行性别教育 首先是要让男孩尊重女性 外国一位妈妈曾经在社交网站上 分享过这样一个暖心的故事 她的女儿在公交车上 遭遇了很尴尬的事情 一个比女儿要大一岁的陌生男孩 把他拉到了一边 悄悄告诉他裤子脏了 并把自己的外套给他套在了腰上 男孩还安慰女孩说 我也有妹妹 没关系的 为这位男孩点赞 他真的是太棒了 要想要男人尊重女性 就要从小对他进行性别教育 只有男孩懂得尊重女孩 长大后 男人才会尊重每一位女性 第三 挫折教育 全王邹世明在 你好爸爸中的一段话 曾经让人一度落泪 我不是条件最好的 但我一定是最努力的 邹世明能有今天的好成绩 离不开自己数十年的坚持 他身上有一股打倒了爬起来 打碎牙咽下去的不怕苦 不怕失败的精神 这种精神支撑他一路向前 直到斩活金腰带 谈到对两个儿子的教育 他说 作为父亲 最重要的是给孩子传输一种价值观 他认为男孩子摔摔打打 磕了碰了都没什么 因为身上的伤痛怎么样都可以痊愈 但如果有颗玻璃心 一旦碎了 那是怎么也拼不起来的 家有男孩一定要让他明白 男子汉可以哭 但一定要有直面挫折 直面艰难的毅力 并要练就一颗强大的内心 能享受最好的 也能经受得起最坏的 既能迎风而立 亦能逆风翻盘 第四是独立教育 杨将的父亲杨银行说过一句话 教育孩子独立 胜过当第一 无论对女孩的底线教育 还是对男孩的阳光教育 独立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只有独立的人才配谈底线 才有机会长成一个积极阳光的人 前几天网上有个巨婴男 曾经刷爆朋友圈 引起了热议 22岁的男孩陈宇 留学两年败光了200万 却连个阅科毕业证都没有拿到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回国后他连生活自理能力都失去了 吃饭甚至都要奶奶一口一口喂 这让人想起来变形记忠的 那个叫刘思琪的女孩 和陈宇一样 16岁的刘思琪毫无生活自理能力 在家里姑姑帮她剪脚指甲 妈妈帮她穿衣服卷裤脚 就连吃饭都有家里的阿姨来专门喂 细思极恐 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 将来靠什么立足于世间 很欣赏李嘉诚的教子方式 虽然身为首富 但她却让两个孩子坐巴士去上学 而且还很少给孩子零花钱 她的二儿子李泽凯上学期间 为了养活自己 还在餐厅端过盘子 当过求童 做过推销员 勇于放手 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 才是真正的爱的教育 为人父母最大的骄傲就是 当有一天你的儿女长大 你能看到你给她的教育 让她活成了一个拥有良好品质的人 你在或者不在 她都能从容淡定地生活 堂堂正正地做人 并能一代代把好的品格传承下去 给女孩底线教育 给男孩阳光教育 只有这样 他们的人生才能不匮乏 未来才有能力掌控自己的人生 和追逐自己的幸福 孩子 人生路上 愿你们都能做一个 温善纯良 又不舍爱与自由的人 便是非明是理 活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风采 优优独一无二的风采